我剛才都真的講過 就是剛才那三四個 第一就是補求而平等的選舉 被選舉的權提名券 一人一票選提名委員會 容許公民聯署一定數目一定比例 公民聯署提名候選人 這個是基本原則 為甚麼不是黃師鋒那個方法 要你那三個呢 為甚麼不是學民思潮那個方法 要你那三個呢 剛才講這個是我們基本的原則 這個基本的原則已經提了出來 媒體有報告 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們宣傳工作做得不好 你們參與補選聯的代表 也都有責任拿回來你們討論 那至於你說這些方案 我們是大家同意請 真補選聯盟各個組織 那就是這樣一回事 那我只能夠代表真補選 每一個群眾有去過基本權利 那今天這個是諮詢會 OK 不是一個的決定 哪一個方案的大會 那今天請鄭宇石教授來 是代表真補選聯呢 是介紹 他們現在現在做的工作和方案 也都不是代表香港人要決定 所以大家就那ABC的方案 有甚麼不同意見 可以盡情發揮 那人民力量 都未正式 就那三個方案 在執委會正式討論 那所以人民力量 就是接下來這個禮拜六 接下來這個禮拜六 所有人民力量的義工和支持者 都歡迎 我們會在這個太子名外 訂了一個地方可以坐700人的 那到時所有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是歡迎出席 或者有些甚麼修訂 那到時我們會盡量講 那剛才幾位朋友提了 關於那三項方案意見 那也都回到策略上和立場上 將來的路向上呢 有很多台下的朋友都給了很多 很寶貝的建議 那我自己只是想補充一點 就關於這個策略的問題 那因為就回哪個方案都好 原則都好 你要談判呢 一定要有一些的方式 或者一些的策略呢 你是會令到決策的人呢 是會願意跟你談的 那因為過去二十幾年 我們看到所謂要談呢 全部都是一些的枯片 或者是一些門鏈 或者是一些統戰的手段 和方法 香港人到今天 絕大部分港人的意願呢 在過去二十幾年 由基典法制定 到那個政改等等呢 香港人的意見 是從未被尊重的 是吧 要不然就不用搞到現在下 就是馮志浦彤啊 容宜宏絕世那25年 25年之前絕世我們要再搞了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要真正的使中央談呢 當然這個佔中行動 是一個的方法 但是群眾運動其實可以多元化的 就是你怎樣要迫使到 中國共產黨會願意跟你談呢 你怎樣會迫使到 港益這個特區政府 願意會跟你談呢 你繼續用民調啊 繼續用七一遊行啊 是仍然不會跟你真正談的 你一定要有些事情 刺到肉 它要跟你談 那有什麼方法會刺到肉呢 全世界的抗爭運動 都一定要是破壞管治者的管治 就是挑戰它的管治 甚至是破壞它的經濟秩序和生產 是吧 你要百萬人上街 二百萬人上街 全部不上班 不如你啟動到 全港市民罷工的 任何一個團體人士 可以組織到 香港市民 全部罷工的話呢 它一定會跟你談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以說 機會微乎其微 是吧 你不要說絕食啊 你否復 它都不會有這個罷工啊 所以我覺得 有些什麼方法 能夠破壞它的經濟秩序和生產線呢 資本主義社會 特別是香港這些高度發展的城市呢 其實是很脆弱的 其實我講了兩三年的這個方法 你怎樣來到中環坦亂呢 你一萬人 在這個車打的這個集會 不會令到中環坦亂的 你十幾二十架車 同一時間在那些主要通道壞車 中環已經坦亂了 再加上 地鐵你用些方法 可以令到它在繁忙時間停駛 或者是多次停駛 它已經癱瘓了 所以 那些方法其實可以很多的 是吧 譬如你早幾天這個大嶼山撞車 整個都大嶼山幹線癱瘓 是吧 機場都去不了 所以人民用它的方法 譬如早幾年前 這個的士司機 因為這個的士票價的問題 和政府對著幹 政府立刻跪低 的士來到中環 是吧 包括早幾年這個貨櫃車司機 十幾架貨櫃車司機來中環 政府立刻跪低 所以群眾運動 和要搞抗爭不合作運動 可以有很多方法 剛才的直播 講到這個抗爭 現時是無需要領袖的 但是我做了這麼多年的社會政治運動 香港不行的 是吧 香港是需要政治領袖的 所以你見到戴耀廷教授一走出來 立刻那個佔中運動 立刻得到這個回響 因為他是法律的教授 和是一個很知名和很資深 所以任何一個夠勇武的 肯出來領導 做這個癱瘓中環行動 不用等到2014年的七一 下個禮拜已經可以癱瘓中環了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 香港政府知道 和中國共產黨知道 香港人不是這麼這個所謂的溫和 也都不是說會無限期等待的 總之有一小撮人 願意帶來這個行動 就像殷生黨所講 香港人有很多是隨時願意站出來 用公民抗爭的形式 是挑戰這個管治 甚至是癱瘓這個中環 嚴重起來 甚至癱瘓這個經濟 是迫使到這個當權者 去做正式的談判 和正式 就回政果那裏 認真去談 如果香港人繼續是和熙泥 用過去25年的方式去談的話 我絕對相信 共產黨一天不瓦解的話 香港是永遠沒有民主的 好 多謝大舊做了個很好的總結 扮演了我的角色 我以為 剛才我自己失而致歉 不好意思 大舊扮演了我的角色 還有在這裏 現在是十點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 給一給掌聲 今天我們台上幾位的嘉賓講者 鄭雨石博士 殷生港先生 陳秀玲小姐 趙善軒博士 還有 破娘 蘭花系的朋友 那就要多謝